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爱经典 要旅游 找徒留 休闲旅游领导者 徒留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期间呢 打开微信摇一摇 参与全部互动 允许徒留底容券 那么广告期间呢 还有千万现金红包大奖 等你来摇 全新一经的最强大脑不变的是公平 公开 公正的规则 而改变的是挑战项目的升级翻倍 挑战的场地从演播室拓展到户外 内容更加的不可思议 难度更加的登峰造极 在这个舞台上最终将迎来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的脑力精英 因此中国的脑力精英们会在这个舞台上 率先进行脑力的较量 他们的成功竞技者 有机会加入中国最强大脑战队 他们不是在为自己而战 而是为中国的荣誉而战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发现之旅 顺强大脑整季节目分为晋级赛 挑战赛 中外PK赛三个阶段 在挑战者展示前 三位评审根据挑战者的技能描述 打出0至5分的预判分 挑战成功之后 科学家评审再根据难度 打出1至10分的难度系组分 难度分与预判分相长准分 超过80分 挑战者才能进行 但科学家评审达出10分的难度分 挑战者即可直接进行 好 我们今天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神嘉宾 会来到这个现场 一听女神你们都叫得欢 那么有很多人评论她是 哎呀 情商很高 霸气十足 当然 也有人说她有国际范儿 她是谁呢 我们赶快请她出来 有请分 冰冰 啊 梁老师 梁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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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对最强大脑了解吗 对你最了解 我叫什么名字 首先 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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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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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刚上飞机了 刚上飞机了 不是不是 因为我确实看了最强大脑 而且也很喜欢你 你喜欢我 电视机前 再说一遍 我很喜欢最强大脑的蒋老师 因为他其实 掌声给我一下 我想问一下对最强大脑的哪些项目印象深刻 应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级那个魔方墙 魔方墙 对 那个郑才谦 我觉得他是天生的天才吧 天生的天才 对 好 掌声欢迎梁冰 谢谢 那我来喽 我来练了 董伟大哥 你不要帮我哦 好 好 好 武则天 武则天 好 谢谢 那我也有 好 这场大脑的舞台呢 选手的能力让大家印象深刻 我相信呢 在这个舞台上所呈现的道具 也让大家叹为观止 今天我们所呈现的道具 会有特有的形式 让你一生难忘 好 哎呦好恐怖啊 哇 真的做得好 我终于发现 这真是有人头大 有人头小 我一直以为是我肉多 也是真的有方脸 跟追字脸的 我比较好奇的是 会不会从这样的头骨当中 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智商 光看头骨 你不知道他的脑容量 那要看那个大脑的 褶多才聪明 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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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了好多知识 我有一个疑问 憋在我心中很长时间了 我要问一下Doc的位 我看了一则报道 说女性的臀部如果大的话 这个女性是很聪明的 跟脑子没关 我还真不知道 我是研究脑子 我不研究女性的臀部 我确实挺聪明的 好 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请看 世上最惊心动魄的挑战 30位模特进行音学CT扫描 扫描后数据输入3D打印设备 打印结束 工作人员进行严密核对 现场随机挑出的三个头骨 选手将基于模特一一匹配 两组正确则挑战成功 此项挑战需要CT扫描仪的透视能力 解剖学的人体分析能力 考古学的人脸复原能力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 这些头骨模型 所对应的主人 上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请对应自己的照片 好 现在请你们打乱顺序 一步到等待区 接下来 我们有请 挑战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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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史俊恒 今年25岁 来自广州 你今天要挑战的项目是 变古诗人 来 孟飞 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观察 有很多能力的培养 是通过长期的训练 长期的积累 你到哪有那么多机会看人头 头骨 我是学习中医和针灸的硕博年读研究生 之前我从来没有试过就是这种挑战 我给病人做针灸的时候 我会判断针刺的一个深度 那某一天我就觉得 诶 我好像 大概可以知道 他这个骨头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 在这里挑战一下自己 它真是跟专业有关联 桃子 其实你现在 呃 用你的肉眼这样看我 你可以看出我有没有整形 对不对 骨头方面的整形 我一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你 你看我 要摸吧 要摸还是可以看就好 先看和摸随便 哎 看得我都有点不淡定了 不敢说 没关系 没关系 从 从科学的角度 我们是为了科学 没有别人 从人之长情的角度 这样的脸是整过 那真的太浪费钱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桃子姐姐 呃 应该从小都是美人配 好 我认为是没有整过的 哎 耶 哎 掌声过去一下 哎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就有点难度了 我要求摸 啊 啊 哈哈哈哈 啊 你想干什么 小老师 不要求摸啊 不是你 不是我啊 不是你不是 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去到主圈 好 来来来 我已经等这个机会等好久了 哈哈哈哈 小心哦 嗯 来 哎 你注意点啊 考验你心理素质修到了 哈哈哈哈 好 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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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开心了吧 时间在下不了手啊 真的真的 我观察到一个季节 他一边摸一边摸 我后来咽口水 不是 关键 他干这事儿也还正常 咱们蒋老师在后面也在咽口水 哈哈哈哈 对 这个 这个正常吧 看别人出东西 你也会咽口水 哈哈哈哈 来 哎 告诉我结论 你发誓你说的全都是真的 你只听我的 不要受他诱导 哈哈哈哈 呃 我从小就 我 刚才我通过观察 还有通过触觉的一个 触觉他不用摸这个词 啊 触觉来辨认啊 我觉得冰冰姐姐 我觉得冰冰姐姐 也是没有整过用的 啊 啊 我是以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态度 去进行一个促诊 同一同时我内心也有点忐忑 因为冰冰姐姐的皮肤实在是太好了 我看我内心有点不太淡定 哈哈 我觉得你最有嫌疑的人都不来摸 你应该摸到我呀 哎 哈哈哈哈 你摸他他得倒贴 我咽口水 哈哈哈哈 那么东西你觉得 我是看不出来这个项目到底 难度在打 但是他的骨头 但是上面的皮的个体差异太大 哦 比如说我们成年以后骨头都已经 好 三位评审 接下来 请你们同时打出 预判分 好 好 好 三十个在这个舞台上还没到这么巅峰 如果是六十个 好 九十个 那可能我会再把它加分 OK 我觉得这个难度应该来说 加上他的专业背景是适中的 好 小葱 我我其实就是因为他摸了冰冰 所以就只能给三分 哈哈 再多摸两下给他负三分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给我打出三分的一半分 这个不是什么超能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位带来的基本能力 我觉得可能评委 没有对这个规则的细则了解清楚 我觉得你连这点事都做不好 你能上这台来干嘛 哈哈哈哈 好 如果你要超过八十分的话 各位的位必须给你打九分 你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 接下来请你坐上挑战 接下来 我们就请我们的女生嘉宾范冰冰为他挑三个头 我每一个建议吧 都各位你可以陪他 给他建议 两人一块去 大各位你还想回家吗 他这一段简单不要给我老婆看见了 哈哈哈哈 我们要找三个尽量找一模样的 有机能够挑三个裤子头的形状 电视机前来看一看 就觉得很简单 我们肯定不能这样干 我们肯定要挑最相似的 那这样才能够展现选手的能力 等一下 幸运夫妻在挑家具 好 接下来 史静恒就要进行变古诗人的挑战 史静恒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怎么样可以在脑子里面把皮肤 把血肉还原在这个头骨上 在我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底要是这种 咱们需要的够子 我们看来是出复的 咱们要得到了 我们知道 如果能够怪兽的人 咱们有小还 咱们要得到 去 咱们要得到 咱们要得到 咱们快点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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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比对之后 史俊恒将主持人示意 确认完毕 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他能否正确辨认出 头骨的主人 史先生 接下来你要将 你认为的 头骨模型的主人 一一的对应到 头骨模型旁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开始 来 稍等 不得笑露齿的 嘴巴闭上 可以笑 但笑不露齿 牙齿提供了很多的信息 因为那些摩托在张的嘴 笑的话 他把牙齿给露出来 就提供了非常 就是说显眼的特征 能够帮助选手 找出头骨 人一共有28到32颗牙 我不可能一颗一颗就看 然后重点看牙齿 我一个我都编音不出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开始 挑人是非常非常难的 他碰我的时候可能是要用手摸 但是他辨识真人的时候 他根本连摸都不必 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难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有请 有请 他接着又挑了第二位 挑战正在进行 意外状况却突然发生 石俊恒的眼睛出现不适 这会不会对他的辨认产生影响 他能否顺利找出头骨的主人 他挑了第三位第四位 可能要做最后的决定 第四位 好 请你退回援会 你确认 你需要再仔细思考一下吗 三个模特我比较担心一点是什么呢 会不会顺序搞错了 顺序说了那完蛋了 所有都没用 不需要 好 事先请将三位头骨模型的主人 一一对应引导到相应的头骨模型旁 事先请 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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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骨模型的主人和他对应的头骨模型的具体的位置已经确认了吗 确认 那么到底这三个头骨模型的本分是不是是先生所选择的这三位呢 我们就有请科学助理进行验证 首先我们来验证第一位啊 好 今天你成功了一次 下面一个成功你也成功了 当然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还有一次机会啊 请问考虑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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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好 根據我們的規則 實際上你不需要進行第三次的檢驗 或者是驗證 你已經挑戰成功了 願不願意進行第三次? 願意 這樣子我才放心 好 第三位 太棒了 如果你不是用青年所見 你根本就不會相信這樣的事情 會在我的眼睛裡發生 我剛才看的時候 我其實挺擔心的 我第一個就擔心他錯了 從我那個角度看那個頭骨 他這個地方還挺寬的 而這個骨的下面那麼尖 我覺得挺佩服 而且他給中醫蒸了一點光 讓我覺得也挺欣慰 哎呀這個好 對呀 但是生不逢時 你就是算有了這本事 今天也沒什麼用 也沒法拿你吃飯 今天是現代技術 電腦技術 但你如果生在古代 你就是大武作 法醫 我想問一下 因為石巨盒在後來在看真人的時候 你幾乎好像眼睛有點累了 你把眼睛拿起來還這樣甩甩頭啊 而且一開始選出來是四位 那時候是發生了 哪兩句 不是 哪兩個 是特別的類似 讓你有一點模糊了嗎 這一個項目 一個是要我的一個記憶能力 要把三個骨頭的每一個特徵 擠下來 然後呢我要辨識他們 有時候可能太遠看不清 俊恆 我也可以我覺得 這個 真的嗎 我們就讓她來試一下 來 掌聲鼓勵一下 這個 你選好了 第一排的第一個 我去找姑娘 啊 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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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要不給她拿過去吧 等一下我要順序休息 如果剛才姑娘們都做鬼臉的話 你能認出來嗎 如果是姑娘唇都這樣 這可能會增加一點難度 現在我們請她挑的這一位 頭骨模型的主人 到她相應的位置 有請 好 接下來我們請科學助理 將照片翻轉至 頭骨模型對應的主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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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完全中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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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弄出來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吧 因為我有最強大腦 哈哈哈哈 實際上冰冰是很了解他們出來的順序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第一個模特 唇靠記憶人 不要是屁股比較大 哈哈哈哈 謝謝你們三十位嘉莉 謝謝 好 那麼你挑戰成功了 實際上已經得到了我們三位評審 給你打出的 綠盤分 九分 那麼這個分數呢 實際上是具有一定的風險的 其實有時候我也必須承認就是說 評審打完預判分 再看到實地執行的時候 我們是會後悔的 但分數是不能改了 所以如果我再打一次 我可能會給他四分 好 各位各位 會給你打出 怎樣的難度 細數分呢 最強大腦 最愛景點 見證景點 讓我們拭目 一戰 二十 四十 六十 七十 七十 七十二 六十 六十 八十一 八十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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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他的表現完完全全對得起他的九分 就我們可以根據平均的人的圓組織的厚薄 直接貼在骨頭的表面上面 可以恢复出一个平均的面貌 但他今天封一个平均面貌 根本就不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因为我们的软主持 可以长成任何样子 他完全是根据骨架的形状 反推出面貌的样子 我也正好又回应一下 高老师提到的身部分属 我觉得他恰恰是身份其实 因为其实他完成的 不是简单的面骨试验 无面的复原 恰恰是我们现在做的 非常糟糕的 那你就是说有罪犯 然后他整容了 但他的骨头还是那个骨头 对 叶木全非了 他也能认得出来 对 哇 好有用啊 好 那么我们有请 各位各位为他颁发 最强大的荣誉奖杯 我相信做好自己 我相信我就是记忆 好 我要最后强调一句 为什么他能够加入最上大脑战队 因为其实人工智能 越来越逼近人人的能力了 但他今天完成的任务 恰恰是电脑目前不能完成的 他捍卫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尊严 谢谢各位 各位小伙子请你走近 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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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心里会抱抱抱的天地 要相信自己无限期 你也也有限期 说好自己 好好地 要不要再打他 各位想起 各位小伙子请你走出去 这里是由有进来领导品来 惊便有进来 为你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 红牛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强大脑独家汽车合作伙伴 雪糊兰新科鲁兹 新表现更过瘾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我叫刘飞龙 我买小吃 他由于从小特别吃米无暇 特别将联究一门独门决击 政府认诚十后功 好嘞 等你把玻璃杯认随 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靠好的方式来认随玻璃杯 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正常的人生很难把这个玻璃杯认随 我从教升学已经五十年了 我从来就没有看到个能够把玻璃杯吹破 就是没人相信我 我又没放弃 我看到很多秘籍 无论春夏秋冬 花风下雨 我已经是天天练 经过好多年的开口续练 现在我对我的手工有百分之百的新鲜 像声音把玻璃杯认随 我已经完成这个不可能的挑战 今天我就是来挑战国手 整面通通的资料努力 也可以尝到奇迹 好 我们有请挑战者 哎呀 走上来就像一个举动运动员一样 这么走上来了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吕飞龙 来自四川省安岳县 人和乡一村四祖 然后在成都卖薄薄鸡现在 一村四祖的吕飞龙对吗 对对对 这个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我自己取的 你自己取的 我上学的时候 然后因为当时比较崇拜李小龙嘛 我自己的名字太土了 然后我就自己 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原来叫什么 我们听听有多土 对 叫李亚虎 亚洲的亚老虎的虎 飞龙和亚虎也没见得就 他还有个亚子 对吧 亚是第二 你觉得李亚鹏这名字土吗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可以不回答吗 好 看了刚才微信啊 有什么问题 想问一下这个飞龙哥哥 你练这个狮吕功练多久 怎么练 我是这样的 我有空就拿着杯子吼 然后开车的时候也好 然后走路的时候也好 然后这样 那坚持吼的决心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唱歌嘛 然后喜欢练高音 等会儿 你这个嗓子高音比较高 对 我当时听那个 Vitas的那个歌剧儿的时候 Vitas Vitas 可以来一段吧 你听他这个 他唱Vitas我是不太相信 我们唱两句听听 唱两句听听好不好 好 来来来来 环境对你有影响吗 比如说我们在录音棚唱歌 在KTV唱歌 用的那些声音 跟比如说这么大的环境空间里面唱歌的声音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 我平时都在那个三环路边上吼 哇 你能告诉我们你今天要来挑战的项目是 爆裂声波 哎呀 长长 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 节目只为了帮助我们评审 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个项目 我们专门请了有关科研机构 对这样的一个项目展开了分析和研究 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数据才能分明问题 我们准备了一辈子给挑战者吹噬的同一批次的杯子 每一只杯子都测出了它的写真频率 通过一个高音头加给它的声音 玻璃杯在很高的声压的作用下没有破声 但是从科学的严谨性来讲 第二次我亲自专家的这个声音 那么我们选用了一个功率更大的扬声器系统 讲音频信号送到这个广播系统里面 声压阶段达到了133dB 玻璃杯没有破声 133dB的这个声压阶相当于 吹噴噬的飞机起飞死河的噪声 在这么强的声压阶作用下 玻璃杯没有破 所以人要吹破玻璃杯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好 现在我们有请中国最权威的声学研究所之一 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的赵奇昌教授 赵教授你好 欢迎您 我们赵教授呢 在南京大学已经宠教了50年了 他也是中国声学领域的泰斗级的人物 今天呢我们有请到赵教授 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整个挑战过程当中的严谨和科学 那么各位你们还对细节有什么样的疑问吗 我想问一下教授 刚刚您有说到一个数据是130dB 相当于是喷射式飞机起飞时候的噪音 那如果说人体真的有可能去练到 比133再大的话 玻璃杯到底会不会破 声压阶极高 玻璃杯是会破的 OK 它需不需要一个持续的时间 需要 除了声压器以外 还有两个指标很重要 一个是作用的时间 时间 第二是它的频率 因为这个玻璃杯的行政频率 我们读出过大概是500多赫尺 那么500多赫尺 我想在座各位都能发出这个声音 问题是能不能发生这么强的声音 我其实就认为其实不可能斩破 不可能 因为500赫尺的声音在生活中太多了 绝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从头到尾都没看范冰冰是为什么呀 看了会影响成功率 这边因为放线 因为他气散了 对 对 破了功 英雄气短 我还看了冰冰我紧张 紧张就 就乱乱来 就乱来 乱来 乱来 挑战成功 你了解了吗 了解了 但是我有两个要求 我有两个要求 两个要求 好你说 第一我需要用手指弹一下那个玻璃杯 我要听一下它的那个就是 震动的声音在什么地方 但其实你练的是一指缠 教授你同意吗 我用橡皮锤敲声音给他听 好好好 好 第二个条件 呃就是我需要一个吸管 需要吸管啊 对放在里头 就是看那个频率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吸管已经有了准备了 啊 好 是要看着那个吸管的频率的动作 所以你才知道你的那个频率要坚持多长时间 它才可以爆裂 对 哇 可以啊 智慧女生是吧 你不看她 但是她很懂你 还是别看了 能不看就不看了 不要乱 哈哈哈 好 那么赵教授在挑战之前 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只希望这个挑战者 不要用手去碰那个被子 可以接受 好 接下来 请三位评审 同时 打出你们的 预判分 你这个分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什么意习嘛 我现在不给一分 我给一分都可以 要旅游找途流 休闲旅游领导的途流旅游网提醒你 接下来 请三位评审 同时 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小松给的是一分 你这个分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这么低什么意习嘛 对不对 对我这个是 正儿八戒人的本事 然后他给我这么低的分 是对我这么多年辛苦的 比如说是一种侮辱 这么低什么意习嘛 对不对 哎呀什么意习嘛 哈哈哈哈 作为一个工科生出身的人 我是绝不相信 他能靠声音把那被子给弄碎的 那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有别的办法 他把他弄碎了 你也就给他一分 对 弄碎了一定是他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看不出来 第二我觉得即使他把他弄碎了 就跟大脑 老老师那个 人的我的理解是 所有的器官 他都受大脑支配 您 那要这么说 那什么都是最强大脑 皮刹也用脑子 应该不给分 说实在 我给亦分都客气了 就给弄碎的 我也不认为你是最强大脑 天哪 这完全把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彻底破坏了 如果你真的今天能把杯子 不是吹你 而是吹破 你就带我回成都去吃波波鸡 好不好 哎呀好 大脑到成功 我请你 哎 你要是成功我跟你去 哎呀好 必须的 孟菲 四分为什么 现实生活当中我也没听到过 小松说的 可能就是说你怎么做到的 也可能我说不出来 但是他不相信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不可思议的指数那么高 所以我给四分 哎 我是听到过 我也挺期待的 我哪听到的你知道吗 从三国演义里 当阳桥头一声吼 喝断了桥梁水倒流 水倒流 所以不但得喝断了水倒倒流回去了 这我听说吧 高晓松老师说出这么不专业的话 高老师我对你 不话说了 待会儿挑了杯子之后 你先检查一遍 你先试试 吹破了再说 吹破了 我到时候追加你 大礼 我会带你去录音 龙哥 龙哥你说 冰冰跟你回成都吃你的啵啵鸡盒去 跟他录音哪个更吸引你 如果同样一个时间的话 好难选 你把手啵啵鸡 好 好 快没出去了 好吧 好几 很抱歉 龙哥为什么给两分 是因为我后面有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包括第一季的选手 那你等于是去除了现场的压力 就是对着杯子吼 所以可能这个去除压力的元素给你两分 怎么可能没压力啊 他的老人 看着我的女人 在 压力 好好好 听完了我们各位评审 所给你打的分数 意味着多个多位 你的满分是十分 你也打不出来十分以上 但至少 不不不不不 十分的话可以绝对晋起 你还有一些希望 好有没有信心 有 有 请上 挑单位 那么 有请 范冰冰 好范冰冰已经挑了第一个杯子了 甩什么杯子都不懂 甩什么杯子她也正常情况下理论上她也弄不碎 好范冰冰你确认你已经挑了这两个杯子吗 对 吕飞龙 我们的嘉宾已经为你挑了两个杯子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请走上挑战区 我在看他走路和眼神确实练过 好 现在我请观众朋友们保持安静 因为他要听这个音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赵教授用塑料的锤子来敲击玻璃杯 那么赵教授请你敲击第一个杯子 可以吗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赵教授请你敲第二个杯子 可以了 好 李飞龙请告诉我 你首先要挑战的是哪一个杯子 第一个吧 第一个 科学助理 注意啊 科学助理会把 李飞龙的要求是把吸管放到杯子当中去 我们看到科学助理把玻璃杯放在防护网的前面 我们的科学助理已经把玻璃杯放在了拖架上 我们的科学助理已经把玻璃杯放在了拖架上 好 李飞龙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么准备好的话请就位 李飞龙 我再重复一遍 你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只要 一次成功 就算成功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说心里话 他能把吸管震出去 我已经很震惊了 我是不相信 他能把那弄破 好 科学祖地发 吸管放回去 因为他跟杯子都靠很近 我很怕是想把杯子吃了 一路我都还是对他心存怀疑 等一下 主持人 我有一个要求 主持人 我有一个要求 独自尝试失败后 吕飞龙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 认为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希望我手可以握着这个杯子 不行 不行 我不知道 第一个 我们教授和其他的评委 可不可以用手 让你用手拖着杯底 对吗 好 第二个 你只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如果他们同意的话 那算是第二次挑战 第一次挑战我们就算是失败了 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好 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 他就可以帮助他感觉到震动 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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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想问一下教授的意见 希望他不要碰杯子 因为他手上可能练个弓 有什么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他们把我想得太厉害了 好像我真的是爵士高手 会弹指神通一样 那么当然假如同意他 这个用手接触杯子 那么请他戴个手套 这个碰 我觉得可以接受 我认为可以接受的原因是 在现场这么多观众的见证下 这么多摄像机对着他 我觉得公正性是有保证的 戴着手套 如果教授同意的话 我觉得应该给他机会 好 谢谢 那么关于这个挑战项目 大家都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 你可以用手套 好 但是我再重申一遍 这是你的第二次挑战 好吗 好 请 没练过铁沙掌吗 其实飞龙拍出来特写还挺帅的 对 玉冰 下次那拍戏找我客户了 哎呀 你还点击这个事 你看你的那个好不好 先给坡里推坏了再说 飞龙啊 一心一意啊 专注 专注 听我的口令啊 飞龙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的话 挑战 开始 第一轮挑战失败后 吕飞龙提出用手拿着杯子 这一次 他能成功吗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昌盛 天哪 我都来不及反应 这么短的时间 天哪 他们都不相信这件事情可以发生 当颌昌在最快时间破碎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挺震惊 很震惊的 那一瞬间我就有一种热泪影响的感觉 我以为他要时间很长一点 不断地去调这个频率 小松你说吧 当时睡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看高清风老师的反应 他当时其实我看着他蛮尴尬的 我说他还真给弄炸了 他炸了我当然觉得挺有吃惊的 你一定是用了什么 我看不出来的手段 一定有什么 有什么东西我没看出来 飞龙那你为什么 一定要捏着那个被子的感觉 这是一种感觉 还是他真的是有频率的 是这样的 其实是练我都拿手 你叫我突然之间这样 根本不习惯 你要是真的 我就拿把吉他 你就冲我这六根弦 然后你要能把这六根弦给我唱断了 我就续弦 他要给我唱断了 把吉他琴弦给他唱后段 我当时就挺搞笑 我说怎么会这么想 他太可爱了 小松我问你 有一点后悔吗打一分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所以你那个一分是不相信 他完成了 小松也不相信 对 对 他的各方面嘛 都表现出他实际上是个炼价子 所以他要说 他用别的东西 反正就他把玻璃弄碎了 隔空 那我就给高分了 像最好说他用生锅 那就不 那就不 我相信 他可以吹破一万次 因为他如果有一些什么手法的话 他当然可以 小松 那个你可能是没见过 就我也有工学背景 我是电子工程的硕士 你相信吗 我相信 当时为了他们 当然他们年轻 当然他没有接触过那些 当年奇功大师盛行的 他比这些贤惠有的是 还能改DNA呢 我不是相信 我相信他能找到那个频率 但是我不相信 他那个频率能到共振导致他破坏了 其实没上过电子工程的那种 就是说那种课 他们一种最经典的实验 就是说也是碎杯子 这是个非常经典的 展示共振频率的一个实验范式 只是今天他是用肉身的完成 就是很罕见的现象 好 那么刚才给你的分数是7分 你到底能不能成功竞技 你的命运 掌握在 多可多威的手上 多可多威会给我打4分 我觉得是真的是 让你挑一的本事 多可多威 会给你打出怎样的难度 系数分呢 最强大脑 最爱经典 见证经典 让我们拭目 一代 可以 Erfolg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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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 来 早上鼓励一下 那么 其实我们已经了解了 多么多位给你打出的分数 应该是七分 因为我 刚才小松说 那个好像跟最上大佬没什么关系 我要把这个诚信一下 完成这个挑战 它本身是跟大佬 是绝对是有关系的 第一它是听那个 杯子的共振频率是多少 它做一个判断 记住 然后第二步 就需要持续的 通过控制它喉部的发声 这种精细的肌肉的控制 持续的发出 相似频率的声音 而且这个声压是必须 有一定的 理论上来说 当然是可以的 问题实践中间 你是不可能做到 其实我解释一下 你知道 你听说过美声唱法吗 而且美声唱法练的是 长而且准 频率非常的准 帕尔罗蒂这一辈子 也没长碎过一辈子 他没练过这个可能 这不是频率准的 这不是练 就按照你的理论 他怎么说 帕尔罗蒂也没盘到过 杯子的共振频率是多少 然后持续的对他去发声 稳准 长 能把这个给弄碎了 从来没有过 高雄老师我觉得 是可能我的这个技能 超出了他的这个认识范围 毕竟你要让他这么一个 就是睿智 自信 自负的人 相信一个 他所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的东西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他今天把玻璃给碎了 非常了不起 飞龙 你要跟你的女生说什么是吗 来成都 请你吃啵啵鸡 亲手做 还有下次戏的话 能客串 客串角色 你客串拿什么角色 随便吗 随便 我觉得我比王宝强好看 好 我们这个节目要得罪多少人 反正我发现能站在 最强大脑的舞台上的人 都是超级有自信的 而且他们偏看一起 今天你知道我看到了 一个批克的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 我的眼睛看到的东西 所以如果有机会 你请我我一定请 好 谢谢 在我看来 这个能力 你就说把它碎了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这个事情 它的意义有多大 并不如 它带给你了多少快乐 如果在我们一个 平常的生活当中 这件事给你带来了快乐 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今天证明了你的快乐 足够了 谢谢孟老师 谢谢 好 很遗憾 没有成功晋级 谢谢你 谢谢 也许你多个惆怅 就随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可以给我一双 梦想的翅膀 这里是由友进来领导品牌 经典友进来 为你冠名莫出的最强大脑 红牛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最强大脑 独家汽车合作伙伴 雪佛兰新科鲁兹 新表现更过瘾 好 我们在请出下一位挑战者之前 哎 我们先请冰冰 来一次挑战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我不知道挑战什么 但我要必须答应 好 掌声鼓励 我好紧张啊 这个挑战的名字叫做 男神大挪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大屏上呢 出现了一个初始的九宫格 我们随意选择两行 两两对调 再选择两列照片 两两对调 如果能够爆出 调换后的照片的九宫格 那么就算挑战成功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请上挑战影 我们会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记忆初始九宫格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四 三 二 一 四 三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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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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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哎呀 太棒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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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走進你的興急的位置 好 我上樓了 太厲害了吧 沒有 我要問一下冰冰 你剛剛是怎麼記的啊 對啊 我大概 因為他們都是跟我合作過的男神嘛 對 然後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特點 可能我沒有記他們的名字 可能只是跟他們演戲的那個戲 哦 對 呃 金剛郎 學 卓一航 然後帶著 陳柏林跟謝霆峰吃著蘋果去了 少林寺找劉德華 打了手機給葛優 叫王寶強回去 少林寺 各位他這種戲的方法是 是 就連結記憶嘛 連結記憶 是的 有很多故事在裡面 哎呀 小松你剛才評價是對的 她是一個聰明的女人 非常聰明 我想問一下這個女人如果圍繞在你的身邊的話 你會感覺怎麼樣 我會瘦一半 比現在 哈哈哈哈 為什麼 費勁 哈哈哈哈 九張照片已經很難了 但是我現在要告訴評審的是 我們接下來的這個挑戰項目 是 您這個難度的 一百倍 好 我們有請挑戰者 先給大家做一個自我介紹 我是來自海南的東美人劉劍 好 接下來 告訴我們 你今天到這個舞台上 是要挑戰什麼項目 那麼今天我要挑戰的項目 叫做 聽記百家姓 空間挪移 哇 哦 清明 你剛才的九宮格成績表現還不錯 但是百家姓這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我覺得好難呢 這個能力怎麼來的 那麼以前呢 我從事的是剪片和這個攝像的工作 我拍過的片子 假如我認真的聽過一遍 我就可以把他們的內容全部記住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才慢慢的發現自己是不是有那個 聽記這方面的一些特長 他剛才講了一個什麼 空間挪移 空間挪移 是的 哇 這個這個 因為剛剛明明有試過嘛 但是我覺得你那個已經夠難了 所以這樣挪移的時候 是不是在你的腦海裡 他其實就立刻會換一副新的圖像 是你換好的是嗎 也不是 就是會在我的大腦當中 去呃 實時的去呈現他調換的那個順序 五百個姓氏 是一個什麼概念啊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他太多了 立即在一起就變成了像天書一樣的感覺 看著大冰出來的 有那種起雞皮疙瘩的感覺 接下來請看 項目規則 現場隨機挑選了一百個姓氏 挑戰者聽計後 現場指定橫數坐標兩兩對調 不得重複 任意指定坐標 挑戰者爆出該坐標磨洞後的姓氏 三次挑戰 兩次正確 則挑戰成功 好 接下來 我們請 三位評審 同時 打出你們的 預判 分 十二分 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 有信心 請上 抽隊 好厲害哦 現在呢 我們請嘉賓 依次隨機的 從這五百個姓氏當中 抽取 一百個姓氏出來 那麼 我們首先請 冠冰冰 五位嘉賓分別挑選了二十個姓氏 而對於如何選字 陶字 和當調味 似乎有自己的想法 我在選的時候 挑的特別快 我就想說 如果亂點 反而不要有邏輯在裡面 會不會就是造成他更多的錯亂 我絕對是挑了一些比較難的選 就要對他記憶稍微難一點 好 現在一百個姓氏呢 已經挑選完畢 並且得到了確認 我想問一下 劉健 準備好了沒有 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挑戰 開始 好 現在我們請科學助理 按照橫坐標的方式 一一爆出 有請 第一橫排 第一個字 木翼陽 陽 木翼陽 葛根的葛 公長章 木子里 范 模範的范 布施的施 柯著爆字的那個速度 是我一直在觀察 說得這麼慢 那麼慢 說得其實不容易記憶 忘了問劉健 我想問他是不是太慢了 對你來說 雷雨的雷 韩 韩國的韩 乾 藍 乾 甜的乾 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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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好好地整理一下 好的 主持人我已經回憶完畢 這麼快 現在我們有請嘉賓的一次來調換 這樣的一個坐標的位置 请范冰冰做第一次的调换 D 根据调换 高松 这太难了 我都替他难 我就来个简单点的吧 二和八调换吧 你这怎么就简单点 一点都不简单 这是行的调换 这个真的很难 都不忍心说了 何苦这么为难这年轻人呢 C和M 我要知道调换这么多次 我就给五分了 所以开始 对 我也后悔了 五跟十调换 B和1掉下 三跟九就要换 1和6 这已经够难了 然后还这么换 这么换 这么换 我们就已经 我们就是迷路了 打叉直接当机 A和H掉下 不忍心了 不忍心 我觉得这已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刘静 你需要准备一下吗 主持人 我能不能有一个请求 既然都已经换到这样了 干脆全部都换完吧 小松来来来来 我没得选了 1就要4和7吧 我觉得不需要掉了 就不掉了 我觉得 当时为这句话提醒的有道理 我就是要造出一些不规则性 其实它更难找到那个中间的规律 那我们就留着一组不换 留一组不换 行 那么我们总共 9次18组 刘静 你需要时间准备一下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啊 接下来我们请范冰冰出第一题 请你抱 第一个坐标 6 B 现在在6B这个坐标团的姿势 饭 啊 饭 饭 啊 我的天哪 我可能解释为什么在这一瞬间会有眼泪要出来的感觉 我真的是这个感觉 我也有 我也有 打断一下我还没有回答完 啊 啊 在6B这个坐标上原来的姿势 原来我们也不知道 丰富的风 丰富的风 正确 哎呀我怎么 发奖 发奖 发直接 刘静 就别 我要提醒你的是 我们三题 如果你对了两题 你就 他已经肯定全对 因为他这个知道了 他其他 但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嘛 也许他觉得 这个你点的是冰冰 刚才念到犯这个字了 他有可能做这方面的联想 他正确估计了冰冰的自恋 好 来 接下来第二题 桃子 F9 9F 9F 要旅游找徒留 休闲旅游领导者 F9 9F 9F 强大的强 强大的强 来 好 上去 哇 太棒了 哇 最强大了 你已经挑战成功了 最强大了 你已经挑战成功了 哈哈哈哈 太棒了 太棒了 哎呀 太棒了 哇 我发现不能跟这个人打麻将 哎 坐 他因为他根本眼就没看嘛 你把那牌盖了 不许他就记了位置了 第几张第几牌 他根本都知道那下面是什么牌 哎 我觉得首先最后当时会给什么分数咱们谁都不知道啊 刘健我应该向你我个人向你表示一个歉意 这是我最严重低估的一个项目 我觉得你们都有 我也低估了 你们都应该有歉意 好厉害 认真地通过那种直观的视觉感受 知道了他的挑战难度的人 我那个时候发现我的预排分是给低了 而且他 而且他还不是自跟自 自跟自之间的交换 他是行跟行之间的交换 这好可怕 我觉得 我出个墙把你领回家 哈哈哈哈 把你跟电脑小人 哈哈哈哈 小松 这位就是最强大的 谢谢张大老师 真的是很厉害 好 现在你挑战成功了 你获得的预探分是12分 打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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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Do the way Do the way 让我帮忙是吗 对 一定的 一定要帮他 为了你有人要施美人计了 对呀 我刚才去看啊 他一直给他逼颜色 Do the way 到你喽 到你喽 但是以我们过去对Do the way的种种表现来看 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哈哈哈哈 Do the way 会给你打出多少的难度 洗漱分了 Do the way 哈哈 就是 我坐在这里 哈哈哈哈 我帮你看着他 这个没法 这个压力也太大了吧 没有你家就这样了 大家一起跟我重复 科学是我判断的 唯一标准 好 来 各位 加油 到底会给你打出多少难度 系数分了 最强大脑 最爱经典 见证经典 让我们拭目 以待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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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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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劰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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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代 如果我半冰冰没错的话 你只是打两分 你是以为女神坐我旁边 我就丧失了理智是吧 啊 他还不给面子了你 对 为什么是 蜷子不在我的字典里面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真的觉得蛮困难的 刚才你们那个拼命夸奖的时候 我一直没说话 我就知道这个时刻的到来 真的吗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我们俩一口同声 为什么 我们俩一口同声 是吗 oh my god 就我就我知道 这样的视觉呈现非常的漂亮 这样在现场看非常的震撼 但是科学就是反常识的 很多情况下就是反常识的 其实这个五分的难度分 都是给在他的实际上面 就是靠听 然后记一百个信 在短时间之内 记住这个棋盘格 用的是空间记忆能力 但是他后面转换的时候 其实他不需要把整扛整列的这样去转换 要不晕算量太大 他其实可以做只做一下坐标系的转换 所以这个在旋转调换上面 其实要求不是太高 在所有的记忆高手中间应该就不是太难 心里其实是很失落的 我想我这个项目的难度呢 他的系数分不止只有五分而已 所以这个难度你觉得只有五分嘛 对就是科学比凡的结论 我让大家失望了 让女神失望了 网上有人骂他 我觉得比较高利 好痛啊 我觉得我要 又要挨骂了 我们听听他本人 对这个事情看 刘健 噢 我们爱你 没关系 先掌声鼓励一下 你很棒啊 噢 my god 没关系 就是说 今天我所展现的这种能力呢 我相信 包括特威呢 他一定会有 他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不管怎么说 今天我能够站到 最强大脑的舞台上 对我来说 就是一种挑战 好 到头 能不能请大才卫给个建议 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有什么方法 还有一个3D的项目 就你看的是2D的 可以想象一下3D的 然后你们开始选吧 3D就是大魔方嘛 就是百家性的魔方 对 如果他能挑战成功的话 欢迎加入中国最强大脑战队 好 掌声 鼓励一下 刘健 我的拥抱可以加3分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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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你 谢谢冰冰姐 谢谢 我觉得 我抱着他 像抱着一个天才 不管怎么样 我做了我的努力 然后我为他有去终起 因为我觉得他 应该得到这个 真的很棒 谢谢 你是我见过最棒的人 我都没见过 我惊呆了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找我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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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你做的冲枪 就随我的照顾 可我倒是为了 可以给我一张 我将不去 哎呀 好残忍哦 这里是由有金奶领导品牌 经典有金奶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 正如我节目开头所说 这一季的最强大脑 重装升级 加入了一些户外挑战项目 高军的规模 空前浩大 挑战的难度直线上升 现在我们就来看 本季的第一个户外挑战项目 一五一步 37 我们最后 激什么 敬息 东西 攻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实现我的理想 为了证明我的天赋 也为了让爸爸改变对我画画这件事的看法 我决定尝试一下 现在我们来到了停机屏 待会儿我们将乘坐身后的直升机 从空中多角度地资订查维多利亚港的每一栋建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选手即将挑战的任务是 你在限定时间内落化维多利亚港 好的 新鸟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维多利亚港的正上方 现在我们的高度是一千两百米 今天能见度是七千米 那海上稍微有一点点的雾 这对选手的观察来说 又是增加了难度 选手需要凭借超乎寻常的视觉捕捉能力 和记录能力 在脑中以一对应排列 记忆 整个维多利亚港口共计站 4188万平方 相当于四千个足球场的大小 其中有高楼七千栋 穿空更是不计其数 而选手需要将整个维港的所有高楼 街道 船舶 甚至每面广告牌 为绘画的形式一一还原 选手从未到过香港 几个小时以前 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 还仅仅停留在影视作品当中 直升级落地之后 选手将有一天的时间 不借助任何外界资讯 在封闭的画室中 进行议议和整理 接下来的五天内 他将不能离开画室 直到整个作品完成 这样满意想象的挑战项目 能否挑战成功 好 我们有请挑战者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大家好 我叫新哲 今年23岁 现在是一名景观设计师 然后安来自山东庆岛 安是一名地地道道道的请导印 哎呀 冰冰 对 我是来自山东 然后我出生在青岛 庆岛小门 进到校门 啪啤酒 吃嘎啦 哈哈哈 你这个景景抱的是什么 你的作业本吗 这个是 其实我想送给景景姐的一个礼物 哎呦 我可以过去吗 你可以过去 谢谢啊 我觉得你的照片上也漂亮好多 为什么这么高门 你把这本都改了 我在想 你这个 没有 里面 不过里面有他画的其他的作品 你这个行为也有点表示 画了一张之后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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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星泽 那么你挑的项目简单的讲是什么呢 要用画画的方式 然后把整个城市再建出来 哎呀 最难的 呃 我想问一下 星泽做的是景观设计 可是有没有学过美术方面的专业 呃 其实我们这属于功课 我也没有就专门的去学过美术的专业 呃 不过小时候因为我非常喜欢画画 然后就当做兴趣爱好来学的 是之前从没到过香港 嗯 对 这是我第一次去香港 你坐飞机观察维杜利亚港的时候 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嗯 因为我确实记忆的时候 需要记忆很大的量 然后要记得特别细 我想就尽可能画得越细也好 嗯 飞了应该有一天吧 根据我们的规定呢 就是挑战者在封闭的环境当中 用五天的时间 要把这个画作完成 否则的话那就算失败 那接下来 请三位评审同时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这一季我的评分标准会是比天赋更可贵的 是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觉得她一直没有忘情于她自己最爱的美术画画 我觉得这一点热情就非常的感人 老实说香港我去过八百遍了 但你真叫我把它画下来 你不要说去香港去了八百遍 你就把你家住的那条街里画下来试试 那条还行 而且她非常聪明啊 她爸爸不让她画画 那我就来这个最受欢迎的节目 大画特画 画得懂 这个桃子给你的用心啊 我们用实际的作品 让爸爸感动 让爸爸支持你 来 冰冰 刚才呢 我看到董哥的卫已经毁掉了一个人了 对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要保住一个 站在你面前的是你的老乡啊 对 所以对董哥卫说一句什么 你可以下场了 哈哈哈哈 我 我要是下场的话 你们就完全被个人情感给左右了 那我理性的那个人 到你这个位置帮她打上就好了 我刚刚觉得陶子姐说的特别特别好 就是你的专注你的执着 你对这一件事情的做了一个那么美的梦 那我们都很期待看到你的梦的完成 嗯 辛泽能不能在五天之内 重新默化出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自己还有很新鲜的 我会经历的 我会经历的 努力四级分裂而下 完全的更快 更好 有感觉画的还可以 可以在规定时间里完成 我会记忆化的最好 现在感觉画起来 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画的是越来越慢了 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需要画很长时间 来回忆央视所看到的那些情况 长时间盯着那个白纸 眼睛很疼 火辣辣的那种疼法 现在是我画的第四天了 但是就连一半都没有画到 感觉 感觉来不及了那种 脑袋记得非常混乱 比较烦的时候 特别不想画 挺想放弃 这是我画的最后一天了 我看到这个速度 我知道我完成这次挑战 但是我非常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这是我离梦想最近的一次 然后我希望你们能给我这次机会 现在对我来说 是否能够挑战成功已经不重要了 我现在只是想把这幅画画好 将我达到证明 画画不是完全没有用的 画画是 换随我一生的最大的平衡 我会想 我不只是想把这幅画画完 而且我要把画画一直坚持下去 我想对自己说 新哲 你战胜了自己 你成功了 这关键问题是他算挑战成功了没有 对 这是个关键问题 根据天际线挑战项目的规则 挑战者必须在五天之内完成这副作品 但是他用了整整十八天的时间 这就意味着挑战失败 我看到这个VCR的时候 他说有一句话 他心觉自己说 他说这是我一点都不想放弃 虽然我的时间过了 但是我不想放弃这一次机会 因为这是我 这活到现在为止 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次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你能有多少次的机会 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次 如果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我觉得拼尽全力 所以我觉得 星泽你很棒 谢谢丁姐 真的 星泽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我最初来这个节目 只是想挑战一下 但是慢慢随着 我觉得我画的时间越来越长 可能完成不了这个挑战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想法还是改变了 对我来说 是不是完成这个挑战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幅画的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呢 5 3 2 1 我第一感触是觉得太疯狂了 怎么可能 我第一感触是觉得太疯狂了 对了 3 2 3 2 2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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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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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郭先生 我現在有一個請求 我進行你看 沒問題 我可以帶我馬過去嗎 我會遇到她 我看以後 就是還抑鬱 還真狠 我就是适合 我不只是来 心里很厚 心者从小就表现出 很强的会画天赋 有很丰富的想象力 老师有的时候 这样画一个 画一个小鸭子 心者就是会展开想象 他会画一个爸爸 在那个水里边 敲着屁股 大猛的 旁边一些小鸭子 跟着还 我想问一下心者 爸爸有没有 这么细地跟你讲 没有 你看掌声鼓励一下 这个 爸爸今后 会支持你了 爸 我一定会让你骄傲 我其实每次来 最强大的我感觉很复杂 因为我看到很多孩子 他们不见得能够往他自己梦想的方向走过去 因为我也是个妈 我知道妈的心情都是学习好 干嘛去学体育 干嘛去学画画呢 我希望大家读个博士 当个律师教授 多好呢 那问题是那是你的梦 那不是那个孩子梦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灵魂 独立的个体 我们能不能尊重他 所以我很高兴来这个节目 我可以常常反省 我是不是要退后一点 尊重他 要不然 我觉得好浪费这个天赋 就过于追求生活的意义 生活就没意思了 所以绘画也好 弹琴也好 甚至喝点酒也好 这边也开车 就是它有什么用 但是它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生 在小伙子临走之前 我最后一段话要说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 让我感觉到特别肃然起敬的 是他五天已经没有完成之后 继续画了十三天 我请在场的每一个观众想一想 这个年轻人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 是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十三天的 这十三天是让人尊敬的 有一句话放在这儿 可能有些人听上去觉得有点搭 但是此时此刻 我在这个环境当中 在这个舞台上 我确实想到了这句话 鲁迅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 有这么一段话 大意识 优胜者固然可敬 而那些虽然落后 而人非跑到终点不止 和那些看到这样禁忌者 肃然不孝地看客 乃是未来中国的脊梁 送给你 谢谢孟非老师 所以虽然他没有完成任务 我们可不可以破例 让新哲过关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不行 还是我们家世 还是我们有没有 给他一小时的时间 到孟非面馆店 一百碗面 一百个人吃 然后他画剩下的面的样子 最浪当的舞台 从来没有 开心力的 我们在舞台上加世 是有条件的 你现在您 第一次测试都没有完成 我为什么要给你加世 金泽 我们暂时地告别这个舞台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为你加油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我会已经坚持下去 新哲这种话 我们可以买酒吗 你们是比较商量 感谢有金奶领导品牌 经典有金奶 红柳维生素 功能饮料 感谢雪木兰 谢谢大家